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北新闻网,我是主播许端一 为了防堵非洲猪瘟疫情,新北区政府劝导加福岛鼓励养猪户转用饲料 而今天石门区公所的防疫工作小组走访养猪户 养猪业者无奈地表示,饲料未养价格太高,不符合成本 非洲猪瘟疫情在中国扩大还有感染的猪只尸体飘洋过海登陆的案例 为了防堵疫情各县市政府严正以待 由于出于喂养将会有猪只感染非洲猪瘟的风险 虽然新北市政府尚未强制规定养猪户不得再以出于喂养猪只 仍以劝导加福岛鼓励养猪户转用饲料 为此养猪户除了加长出于斟竹的时间自保之外 也表示若是规定转用饲料喂养,不符合成本效益,将退场不再饲养 这施药我就这边的猪养到我就退场了 这不做了,因为滑不来啦,不够啦 它的施药成本太高,一施如果完全施药的话 它这个最少要八包至九包的施药钱 平均一包好坏的施药平均九百块就好了 成本要多少 厨余的成本是我们的工钱去换来的 其实也不是说赚钱 施药就是我们要拿钱出去 厨余就是我们的工钱去换钱 以食门这户拥有三百七十五只猪汁的养猪户为例 养的是黑毛本土猪,为养油水也就是处理过的厨余 长大的速度虽然比不上饲料猪,但是肉质口感却好上许多 而使用厨余为养所要付出的成本是载运厨余以及人力处理的时间 相较于饲料一包大约九百元 养大一只猪就要用上八到九包来得更加经济实惠 因此若是限制转用饲料 一只猪最高补助饲料费两千两百元 不如退场来得符合效益 也是会担心,但是我们都煮再久一点 有时候两个多小时,要多加强一下 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有再加长时间率 对啊,再煮久一点 自我防疫啊 公所就是依我们中央政府的指示 但是我们也有各区公所都有成立一个退场的一个辅导的一个工作小组 就是来对这些养住户做辅导 还有来受理他们的一个转用饲料 或者是一个退场补助申请的一些案件 那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可以来把这个防疫工作可以做好 让这个非洲注恩不要扩散到我们台湾这边来 为了防毒疫情 新北市府也要求各区公所组成防疫辅导工作小组 加强宣导转用饲料 而市门区公所表示若是业者评估之下 觉得成本并不划算 可以选择退场机制 政府也都有相关的配套补助 期待在官民共同防疫之下 能够具非洲注恩疫情于门外 也要保障台湾的养猪产业 不受注恩的冲击 记者 廖平函 时日门采访报道